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商堂說已經把轉動慣量 怎麼去計算 還有常常用的東西的轉動慣量 已經知道了 接著我們就要進到轉動的整個動力學 聽到轉動動力學之前的話 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我們當時在講轉動 在講流氛力學的時候 運動的動力學的時候 平移動力學的時候 我們就講到流氛第一定律 流氛第一定律就是 你要改變他的這個平移的運動狀態的情況 今天我們同樣的情況之下就是說 假設你要改變的 正流氛第一定律裡面 已經很明白的告訴我們 我們說正流氛第一定律裡面的話 我想第一定律的話 你們都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保持的是他的運動狀態 OK 那保持他的 我把這個寫出來 我們說每一個物體 OK 那他要維持他的 繼續他的運動狀態 那這個運動狀態呢 可能是這個 他原來靜的 靜止的時候 他永遠都是靜止 或者是 他是在一個 整肅的持續運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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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非是什麼呢 你讓我讓他保持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除非他外面沒有收到任何的例子 現在還要別的不確定 多由於有免費的情況之下 OK 從這個係數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兩個部分 就是說這個力 力本身它可以是 改變它的運動狀態 它可以是 第二個呢 也可能是 改變它的形狀 那我們呢 改變形狀的這個部分 在後面的部分 我們會看到就是 這個彈性力學的部分 那改變運動狀態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這個力 要改變它的運動狀態的部分的話呢 它可能改變的是 我們的translation 就是平移的運動狀態 那另外一個呢 它可能改變的時候 推出的運動狀態 那平移的運動狀態 你們都知道了 就是說 如果我要維持平移運動狀態 不被改變的時候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知道 一定要 就是我們在牛隊的這個運動定律裡面已經知道 那接著我們就要看 如果你要在這個維持rotation 要使這個物體rotation 它必須要什麼 對 後刻 對不對 那在 上一堂課已經定義過 tok就是什麼 tok就是一個物體 我說 基本上面 它受到一個力的作用 所以這個物體的tok是r 或是f 它手受的力呢 被它沿著 力方向來轉 就是轉動轉的方向 就是r 所以 你知道說 你要轉變 改變 讓一個物體轉動的話 你要有力以外 這個力還要有力矩 換句話講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你要使它 這個維持 維持 rotation的運動狀態 的tok 那我們 summation tok 要整理 對 我們可以 清楚的這兩項以後的話呢 接著你就會想到就是說 好 如 這個東西 這兩個條件 我們平常就是把它稱為 平衡的兩個條件 平衡的兩個條件 那這一個呢 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是location的部分 換句話說 如果你要維持平衡 你要維持平衡的話 你要同時滿足這種條件 平衡的第一個條件 就是要維持 translation的equivalent 那你就必須要 summation 要維持平衡的第二個條件 就是你的location要平衡 那也是我們的summation tok 還有一個部分 那這兩個條件 你有了以後的話呢 我們接著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説 我説 這是一個單位 假設 假設 如果 一個 乾體 那它已經 已經在這個 translation的平衡的上 好 那換句話說 這個 這句話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那就是代表 在這裡面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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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計算 我們要計算 這個系統的total total total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好 我這個total 不管 不管在哪一點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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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你把N的particle 它的particle 它的particle 全部加起來 這是相對於O點的時候 它的particle 那如果現在 我把我的 這個轉動軸 通過的點 移到P點上面嗎 換句話說 我這時候 我要去記一下 這個talk 相對於P點 那我說 我叫它 我叫它 total 它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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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它的 力矩 是 應該是 這個 particle 和 這個 P點 之間的 這個 距離 所以 現在如果這是第一個particle 的話 它就是R1 P cos F1 有沒有問題 第二個particle 當然就是R2 P cos F2 都是要到 P點 那 一直加大 R I P cos F P F 這個 N個 particle 到這個P點的位置 就像它的 歷 那你現在看到的就是R.IP close F R I statement ir 那這裡面 RIP實際上是什麼 實際上 我們說P點 跟O點之間的距離就是RP 所以RIP其實就是RI-RP 就是我們所謂的RIP 換句話講 實際上 你每一個particle RIP你都可以把它寫成RI-RP OK 前面 第一項的時候RI CLOSFI 這個就是我們上面的 那減掉 Summation I等U到N的RI RP CLOSER的I 那RP是一個什麼 RP是定值 因為它P點不會隨著位置而改變 比如說這個線量相對的是P點 把RP移到外面 我們看到這一項就是你的Total Force 那我們剛剛已經告訴你說 Total Force它是等於0的 所以這一項是等於0 那這一項呢 又是我們的Total 相對於O點 所以你現在你看到了 我們所希望看到的一個結果 就是RO計算出來的結果 跟RP計算出來的結果 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 如果 如果你這個Particle 或者是一群都沒關係 反正你這是一個物體 那你每一個 每一個磁點 你都是在平移平衡的條件底下的時候 那你要去看看它有沒有是屬於轉動平衡 你要去check平衡的第二個條件的時候 你這個轉動軸的位置OR 放在哪個位置上面都一樣 OK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條件底下 如果一個Total在任何位置 它是0的話 在其他位置也會是0 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依照這個結果的時候 你要去check這個物體是不是在平衡 是不是在平衡的時候呢 因為實際上對第二個條件來講的話 你就不用害怕 我到底要取哪一點是什麼 我的轉動的這個軸的位置 或者是我的轉動中心的位置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很放心了 放心以後的話 你要計算物體的話就很簡單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先把重心觀念講一下好了 因為重心的觀念跟直心的概念是差不多一樣的 好 那我說什麼叫重心呢 重心其實就是我們把一個part 那它們受到地球的重力所對應的結果 那我們可以把它的整體行為 當成集中在某一點上面來看看 那我說如果這個物體每一個磁點 XIYI 它的位置 那這是XIYI的位置 那它相對於 這上面有N的particle 上面N的particle 那我們就不管了 我們一一的表示出來 我知道每一個particle 總共的重量 總重的重量是每一個particle 你都能把它加起來 那就是Summation by R 然後I是從1起到N的部分 那對O點來講的話呢 第一個 那我們可以看到 每個particle 它其實都是受到重力 那這個重力呢 我們說這是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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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 相對於O點 Hawk 你的 Hawk相對於O點 那X的component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的力體都是以X軸為力體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 V1 其實R的部分本來是這樣子啊 但是你現在的力體 其實就是X1 然後乘上V1 那第二個值點 所以 如果 如果 願意的話 那W2 它就是 這個是X2 所以 這W2 X2 就是把它加起來 那是WN XN 所以 你把它這個加總出來的話 就是Summation的Wi的S I 從1到N來講 這是相對於O點而言 它在S方向 那我可以把值 這個整個重量的集中在哪裡來看待呢? 我說Total的Wi I等於1到N 就是Total的這個重量呢? 集中的位置 它這個重量集中的位置的部分的話呢? 所以 它的距離 Audit 它是X 所以 我說這個例舉是X 它就可以 屬物過來代表上面我們 總共加起來的結果 直接把這樣寫成 OK 那 這個結果 就等於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 實際上 X的位置 我可以把它設定在哪裡? 你設定在整個W 分之 Wi i i 等於1 OK 這是 對於我們的這個particle 的話呢 也真 相對於O點而言 X方向 你 直點所集中的位置 我們說 它是X 大F 那彎軸方向呢? 你把這個什麼路子? 旋轉組織 旋轉組織以後 你的合力 你的合力 就是 summation 的Oy 那 從 剛剛的 這個看起來的話 就是 Yi 所以 我現在說 如果旋轉90度以後 那我所有的指點 那我所有的指點 要集中在 Y這個位置上面 那 就是我的合力極 就是 summation I等 1大 N Wr的Y 所以 所以 馬上你看到了 這個Y啊 就是我們的W Formation I等 1大 Wr的Y 那有同學也許 馬上的眼睛看得出來說 這個好像我們以前 有類似的關係 沒有錯的 假設你現在 你的重力是uniform 那我們這個呢 就是 I等於 1到N的 MIG 對不對 那 MI呢 這個呢 就成 I等於 1到N的 MIG G 乘上XI 所以 這邊呢 上下 MI XI MI I等於1到N 那上下的G呢 已經把它消掉了 那消掉以後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直心的位置 OK 所以 所以 在這邊 G如果是定值的時候 那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直心 X方向的位置 同樣的Y 一樣的情況 你也是可以把它 G是等於Constant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Summation的MI 那Summation的I 可以移到N的MI 然後 然後 這個物體不大 那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的這個物體 是在一個 這立場是uniform的位置的 那我就可以知道 那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重心 其實是等於直心 G如果是Constant 就得出了 那你有了這個概念以後的話 你接著要算的東西 你就可以 一樣的情況 把直心跟重心的概念 在G是Constant的時候 把它一起放進來了 所以 任何一個大的物體的話 只要它不是大到非常的 已經遠離這個地球的 這個整個大的情況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直心跟重心的位置 把它找出來 那我們接著我們就舉個例子 好 舉例子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現在要算平 好 我先把 我們既然要算 一個物體的平衡 那你已經知道平衡的兩個條件 OK 那你要把 所以平衡的兩個條件 你放出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你就要知道 馬西利在哪裡 所以你的力圖一定要畫出來 OK 那就要說 你畫力圖的時候 就是很清楚的把 就是很清楚的把 你的這個 啊 系統在哪個地方 你把它放 把它確認 那第二個 平衡的兩個條件 平衡的兩個條件 那 第一個條件 OK 就是 summation f 第二個條件 就是 summation talk 那你現在你就很 很大膽了 因為我的summation f 你的條件底下 summation talk 是什麼 在哪一點計算都沒有關係的 所以 我根本不用擔心我在哪一點去算 只要 我去把我的整個系統 把它放出來 那 我們看到的是 一般我們會把它做成直角座標系統的部分 那就是分為各個分量的整理 一樣的 talk的部分 talk s 跟talk y 它整理 那 這個步驟你一定要有 這是你的滑倒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我們就 幾個例子 來看看 我說 這是我們常常看到的例子 我說在牆角 那你把它掛一個物體 去 那那句話說 這整個物體 就是BV的話 這是綿點 說如果這是60度 那你要問的就是說 到底繩子的張力 是多少 那這邊呢 其實有 在歐典上面 一共有 三個繩子的張力 一個是體股 一個是體股 一個是體肅 這是三個繩子的張力在這個地方 那對這三個繩子的張力而言的話 你必須要符合 sumission F 是等於這個條件 那你也要符合 sumission F1 是等於這個條件 那對這兩個條件來講的話 那很簡單 我們說對歐典來講的話 對歐典 我們這三個 P3 P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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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 P2 60度 減掉 T2 是不是 然後T1的 強硬 60度 減掉 這是3 這T2 它等於另一個 這個是 你馬上看到的一個整個的結果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可以分析的是哪裡 我們如果已經知道是導力 所以跟導力來講 這個物體 它是受到了哪些力的作用 嗯 哪個力 動力 對不對 它是肥肥 還有呢 方力 哪個方力 多少 這是T2啊 所以你在這裡看到的是 T2 MG 換句話講 從這裡念 這三個方程式 你已經知道 T2 是等於MG 然後 T1呢 是等於 三個 三個 六十度 分之MG 然後T3呢 是等於 是等於 你把T1 放進來了 T3是等於 Cosine 是等於 T1的 Cosine 那我把它放進來 那我把它放進來 就是MG 然後 Sine 六十度分之 Cosine 那就是MG的 Cocaine 你看 MG 都解出來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被第一個強見 那你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個結果的話 它已經禁止在這裡了 那我們接著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就是說 這是符合平衡的 第一個條件的例子 它有沒有符合平衡的 第二個條件 它有沒有符合平衡的 它有沒有符合平衡的 第二個條件 你呢 我們來確認一下 我們說 它有沒有符合平衡的 第二個條件 有沒有 假設我們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 對歐典來講的話 歐典 對歐典來講的話 那這三個例 它是剛好都穿過它的重心的部分 穿過它的情況 然後它呢 這個MG呢 也穿過它 所以我們這裡面 如果你取了一次 你就是取歐典來看的話 那這四個例全部都是穿過歐典的 所以它根本沒有立體 那很快的你就會看到它是符合平衡的條件的情況 那 如果你取的是其他的點 一樣的 你也可以來看一下說 到底有沒有符合平衡的條件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假設你取的是這一點 那你看到這根繩子 好 這根繩子 它要 它沒有轉動啊 系統是繩子啊 它沒有轉動的話 這個是什麼 它的立體 這個呢 它的立體是這一段 它就是T負乘上X 好的 那這個呢 是X乘cosine的T1的 T1的cosine的 Sine的60度 T1的Sine60度 然後乘上X再加上 這是正的 然後這邊呢 是負的 減掉T負的X 那這等於多少 T1的Sine60度 剛好是等於T2 所以你可以馬上知道 這個加起來是同的 有沒有問題 好 好 所以 這個例子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而已 好 那我們可以看 底下這個例子 你就必須同時把兩個平衡的條件一起放進來 才可以得到相關的一個information 好 我們說 有一根 這個梯子 放在牆角 那這個梯子呢 放在牆角 它是穩定的 不倒下來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根梯子 如果我已經給你 它的 重量 那我知道呢 地面上是有摩擦力的 然後 我已經知道 地面是有摩擦力的 那我現在我要知道的是 到底 我只給了W以後 到底的摩擦力是多少 那牆對梯子的作用力是多少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的話 問題的話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要把水尾的地找出來 我已經給了W以後 那我要找怎麼 找 第一個 這個 梯子跟地面上有摩擦力 所以我們說F 另外一個 這個 牆對梯子有正向力 那我說這個是F1 然後這個地面 對梯子也有正向力 那我說這是F2 那還有一個是 我們的重力 我們的重力 現在因為 整個棒子是 這個 uniform的 所以我們的重力 放在重心的位置 他假設整根梯子的長度 是L OK 那我們看到 這個問題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你現在不知道的 除了F以外 還有F1 還有F2 這個都是我們要找的 那如果現在這個梯子是平衡的 所以現在看到這整個梯子 它的力圖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第一個 平衡的第一個條件 是summation F 是整個0的話 那我們就先把 X方向跟Y方向並出來 OK 那XY的方向並出來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summation的Fx 是等於F 然後寫掉F1 那summation的F1 是等於 Y方向是F2 減掉 這個W OK 那你看到了 我們現在有兩個equation 這兩個equation 但是我們有三個位置數 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把這 所有的位置數全部解完 那 但是我們至少已經知道F2呢 是等於小V了 OK 然後呢 小F呢 是等於F1 這個我們已經知道了 好 那第二個部分 你把平衡的第二個條件放進 我說要平衡 那Summation Talk要等於 那Summation Talk要等於0 你要取哪一點為你的參考點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你取哪一點都什麼 沒關係 對不對 那沒關係 你取哪一點都沒關係的時候呢 我們 我們 在我的話我習慣就是 哪一點是最多立即中的點 我就取嘛 取哪一點 所以我會取這一點 如果我要取這一點A點好了 那我們就是Summation Talk A 那Summation Talk A是等於多少呢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Sita 角 是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知道 有兩個D 是造成Hawk A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R cos W的部分 所以這個就等於 以L的cosθ乘上W OK 那 另外一件事情是 XYZ就是Z軸的方向 所以我們會看到 L和這個R cos W的部分是負的 我以XYZ軸 我以XYZ軸 XYZ軸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方向是負的 OK 那另外一個 F1 R cos F 它的方向是正的 加上 加上 這個R cos F呢 這個夾角 F1 就等於 L的Sine Theta 它發現 它發現 前面這個是2分子L 前面這個是2分子L L的Sine C 它乘上F1 它給它分 所以我們從這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F1 在哪 是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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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子L 然後 Sine分子C 那也就等於 2分子L的 C 那也就等於 C 所以你F1 求出來以後 相當於 小的F1 就出來了 小的F1 也就等於 2分子L 1分 Cortellus 那 所有的變數 你全部 同樣知道 這是我用 Sumition A 這一點來做 我的轉動種 那同學們可以去試 其他的點 你甚至可以用O點來算算看 那你用O點算的話 你就要算1 2 3 4 4個力給它產生的力取 OK 那力取就要注意的就是 要注意正負符號 我們這個把它持成結對值 雖然你持成結對值 但是你要有正負符號 因為他的代表就是他的方向 OK 那就會得到結果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例子 那第二個例子呢 也是我們常常碰到的 我說 我說 這個地體呢 為什麼我會說他常碰到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現在不要把SY軸 我說這是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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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機械手臂 OK 那這個機械手臂呢 這是一個轉軸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 對這個物體而言的話 我在這個手臂上面的 有一根繩子連起來 到C點的位置 那如果我在這上面 換一個物體 換一個物體 那這個物體呢 它的重量是W 對於 這個重量W的物體 距離 這個轉動軸 是X的話 那它總長度 是L 這樣的一個機械手臂的情況之下 我第一件事情 我想要求的 就是到底這個繩子的張力是多少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在你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並不是只有這兩個力而已 這兩個力絕對不會是平衡的 所以你會發現 當你在處理這個系統的時候 你接著會去考量的是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這個轉動軸扭的地方 應該會有另外一個力 F1 Y 我把Y軸已經朝上了 還有一個力 F1 F1 也就是說 其實 這是一個力 但是我不知道 這個力的大小 分方向 它是 怎麼樣子 所以我就直接把F1 分為兩個分量 F1 F1 跟F1 Y 所以 實際上F1 就等於F1 X的I 方向 加F1 Y的F方向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系統 現在 現在 整個系統 你已經知道 你為了 我只給你一個 我這個系統 就是有一個W 是我理智的理論 那我就必 我要知道我的tension是多少 那我必須要去了解 這個整個系統 必須有F1的情況 那F1是這樣的 好 好 那接著 我們就要應用這兩個平衡條件 來把我們的問題解決一下 第一個 summation F 是等於0的時候 那X軸跟Y軸 你要同時滿足 所以summation Fx 是等於0 分summation F1 要等於0 那summation Fx 第一個 這個 就是F1 x 然後呢 還有 t 在 x方向的分量 tcosnc 那對 那 Y軸上面 一個是 t 的summation 加上 F1 y 減掉W5 等於0 就是平衡的第一個條件給我們的結果 那 但是這裡面只有W4 你知的 F1 D 通是位置的 那我們必須要有另外一個一個平衡的第二個條件 summation summation toc 那在你要求summation toc 等於0的時候 隨便你要找哪一點是你的參考點 剛剛我們已經知道找哪一點都一樣的 因為你已經summation Fx等於0的時候 這個系統的任何點都是相同的 那我們說我們這一點如果是A點的話 因為它有兩個component 所以我們就以 summation toc a 它要等於0 OK 那我們看到summation toc a的部分 第一個 x y z 就是這個方向 你要記住z走 就是正的 所以我們看rcost 是什麼 正的 那你現在rcost t 其實就是 r t的 summation 另外一個呢 b 是rcosw r是多少 r就是x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負的 這個 我把 這樣量把它拿掉 負的 toc w 那就是 x 它要等於 所以從這裡面 我們馬上我們知道說 tr就是等 lx x t t知道以後 那 我們f1 x 是等於t的cos 所以 f1 x 等於t的cos 你馬上就知道 它是等於 al x cos c c 所以這個就是al x t container c 這已經出了 那 同樣的 在這裡 f1 y 就等於 w-t sin c 它也就等於f1 y w-2 t已經知道了 那 l分是x 所以現在你知道這是 p-l分是x f1 v f1 可以隨著x的位置 你的f1 y是會什麼 跟著改變 這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那第二個例子呢 這是兩盒混比 那你也可以把它當成你的磚塊 那我要把這個混比 把它放到什麼 放到凸出來是最多的地位子 那這點是在哪裡 ok 你看每一個同學 要會球吧 這兩個 這三個呢 三塊的時候 能突出多草 要放在哪個位子 是 1 4 1 4 4 5 这四块 一样的情况 这边没有盒子的 给你们的homework 你会求三块一定会求四块 每一块都是一样的 都是w 重量都是w 基本上面 一个最大的原则 你已经平衡了 就是你已经平衡的东西 我再多一点 再少一点 它刚刚不行了 就是已经平衡的东西 你就不要破坏它的平衡 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再跟它平衡 我是把这个东西放在第三块的上面 而不是把第三块放在这个的上面 这是最大的原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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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